11号迎来乌军重夺赫尔松市一周年 而当地仍然遭到俄军的猛火袭击 导致平民伤亡 俄国防部指出 在俄境内击落两架乌军无人机 挫败了其恐袭企图 11月11号是乌军重夺赫尔松市一周年 人们在州政府行政大楼悬挂起 乌克兰国旗以示纪念 当地民众身批国旗 手捧赫尔松特产西瓜 到中央广场庆祝 地区官员指 俄军撤出一年来 赫尔松市人口已有6万增至7万 赫尔松如今却仍遭俄军猛火袭击 地区官员指 俄军10号袭击地匿伯罗比德罗夫斯克 及赫尔松地区 至少三人丧生 多人受伤 多住民宅基建及民用设施严重受损 在东部顿尼茨克 乌军方10号指 俄军仍在试图包围重镇阿富基夫卡 并占领一处战略工厂 乌军正全力击退其攻势 顿尼茨克前线医护指 观察到俄军进来 无人机使用率大幅增加 更多民众因此受伤 有乌军士兵就担忧 随着俄方向无人机注入更多资金 乌军无人机队正逐渐丧失优势 俄国防部通报 10号晚间 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 和西部地涅河畔的斯莫勒斯克地区上空 击落两架乌军无人机 作败乌方恐袭俄境内目标的企图 另外俄军4至10号 歼灭4825名乌军兵力 一周内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 俄总统西文秘书佩斯科夫10号重申 鉴于乌总统泽林斯基 一直向其武器捐助盟友 允诺所为胜意 因而目前仍缺乏外交解决条件 而俄方定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泽林斯基当天向巴黎和平论坛 发表视频讲话 他呼吁珍惜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 防止局部冲突将邻国突入深渊 甚至引发全球性动荡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